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中国汽车用的量已经超过了1.5亿 在我们生活当中已经充施着各种各样的汽车 可能在几年前你家里面有辆车 就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身份的象征 但现在不一样了 好像我们更多的会发愁堵车堵那么厉害 停车去哪里停的问题 汽车已经成为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部分了 随着汽车技术的发展 我们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比如说电动汽车也逐渐的进入到我们视野当中 但在设计的时候 似乎我们更应该去了解汽车的过去 汽车历史 才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汽车的未来 最早的汽车应该追溯到1770年 当时一个法国人研制出来第一辆 用蒸汽驱动的三轮车 这标志着我们开始用机械能来代替自然力来驱动车辆的这种开始 从那以后陆陆续续 各国都在生产不同的这种蒸汽机车 那这种蒸汽机存在着一种天天的不足 体积比较大 非常笨重 噪音非常大 而且还有燃料 因此到19世纪末的时候 新兴的内燃机代替了蒸汽机 成为了汽车的最重要的动力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第一辆 法国人研制的三轮蒸汽机汽车 看到了它一边冒着黑烟 然后往前发出这轰的那种噪音 往前行驶 每小时的时速可以达到3.5公里 今天看上去好像比老牛拉破车还要慢 但是它标志着人类汽车时代的开始了 在1886年的时候 德国人卡尔本茨设计出了一辆可以上路的 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 这被认为是现代汽车的开端 当然本茨后来也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建立了自己公司 这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奔驰这个品牌的来历 1886年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诞生年 戴姆勒和本茨一起被认为是现代汽车发明人 那最早的汽车仍然是有三轮驱动的 戴姆勒和本茨也被认为是汽车的鼻祖 早年的汽车更像是一个有钱人的玩具 有一个动画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叫柳林风生 在这个小说里边 主人公是一个大的蝉厨 他非常热衷于去开着汽车 在天眼里边奔跑 但是经常被摔得头颇血流 早年的汽车似乎更像一种奢侈品 在美国曾经有一个州制定过法律 说因为汽车在晚上行驶之后太不安全了 怎么办 在汽车行驶过程当中 需要两个人提着灯笼跟着汽车跑 说明什么说明汽车当时时速各方面没有达到交通工具的这种要求 直到20世纪初 一个新的品牌腾空而起 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福特 福特创始人亨利福特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 为打造一款新型的能够让所有人买得起 能够真正让千家万户都可以使用的汽车 绞尽脑汁 他曾经加盟过一个公司 后来公司倒闭 说那你来接收好了 于是他把整个公司攀下来 变成了自己的公司 自己来独立运营 就是我们所说的福特的公司的前身 后来呢 他开始了专门研发一款 能够让很多人用起的汽车的这样一个工作 第一款车失败了 A型车 第二款车又失败了 B型车 A B C D E F G 一直到最后一款车 T型车成功了 T是26个四母里面第20个 也就是说在T型车出现之前 亨利福特已经失败了19次 当亨利福特带着他的命运走向整个世界的时候 整个世界被他所改变 他也成为了世界上当时销售最好 能够席卷整个世界各个各条道路的一款交通工具 在1920年的时候 他的市场应用率曾经达到过56% 也意味着全世界上只要有两款车 就有一款是亨利福特的T型车 这个记录可能永远不会被打破了 福特的T型车的问题是具有化石的意义 它使得大多数人都可以买一辆自己的车开回家 也就是说人们一下子从马车时代进入到了机器时代 在亨利福特之前失败的大量的车型当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促使T型车呢 更好的具有成熟的技术 使得它的价格会更低 那最早的亨利福特的最早的拥有人 也是他的工厂的工人 在当时 一个工人一天的基本的工资是两美元 那最早的T型车的售价是多少钱呢 在1908年的时候 福特T型车上市最初的价格是850美元 什么意思 意味着一个普通工人 他用一年多一点的工资就可以买一辆车了 随着技术的改进 亨利福特T型车最终的价格到了260美元 那亨利福特工厂的工人 他们的薪水呢 也在不断增加 福特把他的工人的工资提高到每天5美元 也就是说 一个普通工人只需要用52天 两个月的工钱 就可以买一辆自己生产的汽车开回家了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福特T型车很容易被广大的劳动人民所接受 这是一张T型车早期的一张照片 你会发现 美国人对汽车定义跟我们也有所不同 他用这个汽车来装什么 土豆 白菜 是一些生活资料 基本的一些蔬菜被放到了汽车的后备箱上 他跟之前的汽车定位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汽车不再是有钱人的玩具 不再是一种身份象征 而变成了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 司空见惯的一种必需品 到1927年的时候 福特地行车成为历史 在长达20年的这样一个周期里面 总共销售出来了1500多万辆 在这个其中 很多的创新改变了汽车制造业 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 叫流水生产线 这也是亨利福特在1913年的时候 在福特的工厂当中首创 也就是说这样的生产线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每个工人只要负责自己的一道工序就可以了 所以使得汽车的价格可以不断的降低 我们认为福特的目标 是生产全球车 是生产一辆 每个人都能够负担的企业 操作简单 结实耐用 而且能够在全球每条每个城市 乡村都能够行驶的车 从这个方面来说 亨利福特成功了 但是 亨利福特提行车称霸世界20年 最终也成为历史 为什么 一方面是 随着20年的发展 技术不断的进步 福特提行车的技术 在1926年 1927年的时候 已经落后于汽车时代的这种发展了 同时 亨利福特 他的最主要的一个商业的出发点 是不断的去降低成本 甚至阻碍了新技术这些应用 使得汽车没有任何装饰 没有任何的一些色彩 20年只有单一的黑色 所以人们 长此以往 人们已经厌倦了 这样一个淡定的颜色了 人们失去了兴趣 到了20世纪 20年代末的时候 通用公司 打败了福特汽车 站上了美国汽车的 头发交易 那这是我们 下一节要讲的一个内容 是我们下期待的一条 是我们下期待的一个内容 和我们下期待的一条 是我们下期待的一条